最近很流行这款VOLA AI Artists 相片编辑器 不管是苹果手机或者是安卓手机都可以去下载 打开VOLA相片编辑器 点选3D卡通 就到你的相簿去选一张照片来使用 好 我来选择一张照片 好 选择这一张 照片处理中会跳出广告 等出现叉叉就可以关掉广告 共要关两次就可以得到你的结果 原来在迪士尼的世界我长这样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下面 它有Royalty 3D 如果你储存这个的话 它下面还会配一张你的圆图 还有一个Baby 3D 还有一个卡通3D 这三种可以单格的储存 那这个是四格的储存 就是把你的圆图 然后再加上这三种图 那我个人看过很多人的生成图 都觉得是Royalty 3D 是最像本人 那么储存就是在右上角 这个有一个箭头的地方 按储存 然后你可以储存 然后分享到脸书 或者是寄E-mail 或是IG 或者这里More 还有那个你可以选择你的Line 那我自己本身呢 就直接按这个左下角的Save 就直接存到你的手机 而不是分享 那到你的手机 你就可以看到相簿里头 它有一个VOLA的相簿 你编辑的相片就都在这个相簿 好 这就是储存的 然后你也可以单格的储存 好 然后都下面都有一张你的圆图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去掉浮水印 因为每一个都在 呃 右下角都有浮水印 你要去掉浮水印的话 就是要去付费 另外你也可以使用CAMERA 自拍 然后呢 他会用你自拍的照片去编辑 好 这就是自拍的 希望这个操作说明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可以传照片给我 我来帮你做 我是程如希 谢谢你的收看 别忘了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